美国债务的争议 欢迎大家 又来到《周庸周围讲》节目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 美国债务的问题 有人可能问 又讲美国债务 我其实未讲过 不过大家都好像听到厌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美国债务这个争议 是会去多久 现在大家明白 因为第一件事 就是美国债务 31万亿5千万 如果一日不松绑 可能世界的经济 不止美国全世界都继续落下 所以这个对全世界 包括香港是很大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 到周四 我们今天出街的时候 刚刚昨晚跌了 连跌四天 港股继续跌 已经跌破了1万9点 1万8千多 收多少都未知 因为我们录的时候都未知道 所以大家一定要很小心明白 究竟跟着未来 五穷六绝 怎样绝法 其实美债是最绝的一招 我们说什么呢 谁对谁错 没有意思 说这些是完全没有意思的 我们今天用人性的角度 去看美债 为什么用人性角度 去看美债 你才知道 不是谁对谁错 而是大家会拖多久 拖多久 一个多两个月是闲事 甚至更长都不出奇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首先第一件事 美国的债务上限 这个争议 这个拜登政府在一边 共和党在另一边 会否在6月1日之前 谈好呢 我估计的机会是近乎零 刚才也说了 可能是一个月 两个月 为什么这么悲观 就是说人性 我说几点给大家听 第一点 共和党开出来的盘口 那个盘口说什么呢 就是说 现在给你增多一万五千亿 一万五千亿 或者去到明年 即2024年的3月31日 达者为先 本来一万五千亿 其实不是很多钱 口不声就没有了 但加上3月31日 作为死线 基本上就是很奸 奸什么呢 就是说 我给你多几个月 接着那九个月 你多些钱花 但是 我留到九个月后 大家长时间谈 到时才算 为什么明年3月31日 这么重要呢 大家要明白 明年11月5日 还有美国总统大选 另外 美国参议院 有34席 又是选举 这个又是共和党 和民主党 两个又要争位 争不是多 34席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今天谈不成 留在明年4月才谈 肯定对美国 尤其是拜登 不利 非常不利 所以 这是一个坑 摆出来 就叫你踩下去了 如果在这样的时候 用人性来看 那你告诉我 拜登政府 是不是趁现在拖 好过明年拖 临选举的时候 一拖之下 就千呼所指 那你告诉我 美国民主党 在参议院的选举 会不会受影响呢 美国拜登总统的总统选举 会不会受影响呢 所以 今次 死人都要拖 是要拖到 拖到谈谈为止 既然有了3月31日 这个死线 本来说宋美里 其实是死线 基本上的用意是什么呢 大家都明白了 中国人就明白了 猴子偷逃 握住在手 会不会放手 当然不放手 现在你说 我给你多几个月 那代表什么 猴子偷逃 不 我放手 不过你给我 用铁线 固住它 又被我拖住铁线 给你多几个月 到时我才扯你 还死多3囚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一定是谈下去的 谈下去就是说 大家有没有让步的机会 我又和大家仔细分析一下 共和党开出来的条件是什么 又看看拜登政府 有没有可能接受 记住 什么都假 这些不是债务的问题 这些是两党选举的问题 因为我刚才说了 因为明年是选举年 美国民主党 其实大家都明白 一向都是派钱多 现在共和党要求它做的事情 就是说 将预算定在2022年的水平 未来十年 每年只可以加平均1% 那是什么呢 其实医疗 其他劳工 教育 什么 你都要减 那你减钱 那一个党 民主党 是靠派钱 是拿到席位的 有没有运道 那他怎么可能答应你 这个是大违的 我们看一些细节 共和党有几个独招 第一个独招是什么 现在美国说很多人很肚饿 即是没有工作 要食物银行 即是拿食物银行 即是拿食物银行 那些 就说 十八岁至五十六岁 本来去到四十九 现在加多了几年 即是去到五十六岁 如果你要拿食物券 就一定要符合工作要求 即是说 每个礼拜 你怎样都要做二十个小时工作 那些人 老实说 即是现在拿着那些 你要我真的去做二十个小时 是不是鬼杀那么吵 如果是鬼杀那么吵 那我怒怒哪个 怒怒政府 还是怒共和党 你给我的 你现在要改我 你现在要我要做二十个小时 就是怒政府 怒政府是什么 我不投你票 那民主党会是什么 失票 第二点 就是Medicare 就是医疗宝座 Medicare 这些是看医生的钱 美国很多人 基本上是没有钱买 Insurance 买医疗保险 就靠Medicare 就说 这些人 全部都要做八十个小时 大件事 我病 你还要我做八十个小时 或者社会服务 没有搞错 这些人 老实说 就是逼民主党 放弃那些穷人 我是靠穷人票的 我是靠没什么水那班人 支持我 希望你继续给水我 你两下刮下来 你告诉我 民主党 是不是会失很多票 衰救美 没船 还有一件事 拜登做了一件事 他做了什么呢 就是说他宣布 废除了学生贷款的计划 那些欠款 你知道美国很有趣 很有趣 那些人如果在本地 就是自己的州那里讀书 就不用钱 如果你是住在加利福利亚州 或者你走到别的地方计 走到纽约 或者你在威斯康州 走到加州计 就要付全费 那又怎样 六成人 美国就是读大学 这六成人如何交学费 借学生贷款 这笔很大的数 大概有四千亿左右 这笔数很大 那美国政府 即拜登政府就说 我免了四千亿 这些学生贷款 让这些年轻人 你正在做事了 不用还 或者还少些 那他们就很开心 那便投个票 就是年轻人的一票 就投民主党 现在共和党就说 取消它 你不取消便不能宽限 这样来的时候 民主党没有了窮人票 即是拿食物人行那些 没有了病人票 没有了年轻人票 那民主党明年 输不输呢 不输都很大获 减票减得很紧要 我刚才有提到 总统有一个选举 另外 在参议院 参议院 也有一个选举 参议院的选举 分开三个 每两年 一堆人 每两年一堆人 每两年一堆人 做六年 明年有三十四个席位 就要选 其中 现在有二十席 是民主党 有三席 就是独立人 有十席 就是共和党 如果全国都搞乱了它 那二十席 民主党拿的参议院票 会否输减减值 就是给共和党 直到今天为止 大家相差是两票 就是 大家是五十一 四十九 是这样的位置 就是民主党 佔有优势 佔有多数 如果一扭转的时候 那你想 那是不是共和党 控制这个Congress 这个众议院 有机会控制参议院 Senate 另外 还换个总统的话 那是不是共和党 全赢了 行 你现在不选 你现在不谈 没所谓 你拿我这份东西去吧 不过就留在明年三月才谈 如果明年三月谈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料 那你说 迫到来之前搞这些东西 美国倒倒倒倒倒的时候 那你告诉我 美国民主党拜登政府 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 我的分析就是说 目前来说 民主党就一定是不理你 耶伦所说的 六月又开始 我们就是没有钱了 有问题出现 那会不会立刻不还债呢 大家要想一想 这个机会 我觉得不大 这个机会是什么呢 因为 拜登政府 收了一些司机钱 在这里那些 可不可以拿出来先顶住 如果先顶住 顶住 顶到什么时候 这个顶多久都不知道 但是他一定会用一些方法 制造一些危险的局面 例如什么呢 图书馆停开 就是林牧 就是那些forestry 就是林牧的管理 例如你不能再去黄石公园游换 可能这些小东西 就开始给你一些压力 跟着下来会是什么呢 会是一个传媒战 就是支持民主党 支持拜登政府 就是骂共和党 希望施加压力 要他们松手 就是不要去得那么辣 但是反过来 捧共和党 就看着 今次我好处了 我发达了 我一铺就可以清理袋了 一定要捏他 那你说 用人性来看的时候 你告诉我 怎么可能 即是会即刻到6月1日 已经有一个和解 或者甚至7月1日 8月1日 有没有机会和解 如果没有得和解 那是否刀中 道指 慢慢向下 或者急剧向下 如果道指向下 你又告诉我 全世界的股市 又会如何 美国独跌 我指起 没什么可能 香港的股市 都会影响 还有 大家一定是出招 制造一个危险 紧张的镜头 令到传媒更加攻击共和党 共和党就要站实 希望 不是我的错 是你的错 不是我的错 是你的错 大家要吵架 那吵下去 吵到什么时候 甚至有一个和解 但有多久呢 一头两个月 我怀疑 未必搞得这么快 希望 我哭口 希望我错 但我猜 未到传媒战 或者大家有一个很大的倾向 大家很生气 这个共和党 或者很生气 这个政府 逼你一定要和解 其实这个债务增持 就会有一段时间才停止 那大家应该怎么做呢 不是你自己 想你自己 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 OK 拜拜 大家看完片 不要走 记得按订阅 之后按旁边的小铃 我们出新影片的时候 就会通知你了